采安家的主件挖出来两百块银院 只可惜全部都是家类 这让我的心挖凉挖凉的 你这银院颜大开门啊 虽然说都是营养 但是你这数量多 我也抽抽 数量多又怎么样 只可惜都是家类 因为过去十九世纪 就没有营养 不值钱 我都送任了 那银院送任 太可惜了 这虽然说都是营养 但好歹这二十七颗银子呢 有一句话你说错了 国去咱们和外国人 做什么一样 用的都是银院 它这个营养 不是在中国发映了 它是属于墨西哥发映了 因为银子称色稿 这个营养神兽大家习惯 你这虽然说是 从竹圈里挖出来的 壁面掠带波秀 感情漂亮 这壁面一言大开门 你还别安慰我了 我请问号要都说了 银院怎么不可能省驴秀 三十代驴秀 都是家类 那这个请问号要误导你了 这种驴秀啊 还算少嘞 有了笔面 它驴秀都看不进屋了 为什么银院省驴秀吧 因为银院的寒烟量 是九阴一通 银院的寒烟量是九十二 这个痛遇到随气啊 它省驴秀很正常 只不过那请问好友不懂罢了 就算他们不懂嘛 但是银子也不出现 我知道 上次我的银售说是银店卖 这些都不要 这个银院和银售说区别很大 这个银院现在就无济温武了 你再仔细想想 这个银店啊 它主要是卖黄金收拾 钻市 那些高利润的东西 他喜欢 这个挥手银子 这没啥理论 不要 不等于说 你这些银院不值钱 反正银院送人的 送人都上这吃鸡块 再要过来 也说不出那个链 毕竟有七块钱一个嘞 七块钱一个你买不到吧 我刚才都说了 广银子这银样 二十七颗 你现在随便找个卖不上嘞 这哪一个也得一二百啊 况且我看了 你这品项还都不错 有了还带广 这剩下几十个 这不少值钱啊 我今天来了武敌 就是来检验一下整家 看看制作儿 那一个 我准备送给朋友几个 哇 这个整家完全没问题啊 你这笔面 可以说是以言大凯闷 笔面略带广 这种东西 造家都造不来 说实话 你送人太舍失了 你把这银院卖了 买一些其他东西 包括吃饭啊 都又倍又面子 主要这个营养 它这个反应量比较大 你看从一把揪进键 就开始发映了 这个笔面呢 它的六筒痕迹 磨损得比较厉害 我们Honey 基本上都是十个营养 揪过戳 有很多都带伤带戳 它的这个手中挤出啊 比较局限 你们现在玩银院呢 挖多了都玩在国内呢 打透弄样 但是你的友调也比较多 目前它这个营养 是在所有这个营养音乐里边 还没有长进来的那个音乐 后劲比较大 也算是后级过法吧 你这有点啊 就是笔面驴秀 少一点 以言凯闷 而且你这都是 一我一我了 一我几十块 甚至三百块 几百块 你这市场价 我给你扶一下 大概一个得四百左右 乖乖了 四百一个 对 我一下的话 出来两百个 嗯 那也值八万块钱啊 对啊 这景气来得让人绰绰不计 那你主要是刚开始 补动音乐的行情 一般这个音乐啊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存在送人之处 你一下子送出你一百多块 师叔汤图 给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开心 你要是现在再给他们要回来 估计都该输地了 输地也得要回来 好歹八万块钱了 我养的主 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 别人来报告他们 都是家来都要回来 你说家来 恐怕每个人相信 游泪拿到时候啊 他说不定第一时间都去减定估价了 哎 主要是 你也不懂 哎 做得太鲁莽了 哎 要不来最好 要不来 你也别生气 你不下来 你到时候可以毕竟给他泡了 来摊摊 哎 那我给你谢谢 不给我 我给他记忆 谢谢你 对对 没事没事 这就好慢慢的 慢慢的 我这有一块毁龙音乐 哦 具体罗能支二十万的 哦 你今天 给我看看 嗯 便宜点都给你了 我准备买点其他东西 你这个音乐是属于地摊货 恐怕是连音子都不是啊 在我们号内被称为遗言家 这别面报奖啊 这都是摸上女的诱 你手上浮悠我了 嗯 愿意我什么都不懂 嗯 我这块音乐都已经平静如何了 你看看这盒子 我看看你这盒子 这盒子算是开放盒 说实话 这种盒子我没见过 像正轨的平静公司 批盒 恩盒 在国内还有很多 你这是属于家盒家币 平静公司没停过 里边装的这种音乐啊 这都是高效的 这东西想卖钱分担啊 这东西拿来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上一次我去他甲腕 我看见他鼠桌 换了有几十块这种东西 请他车回面送给我了一块 以弯回面换过来的 这相当于是白奸啊 以弯回面也换不了几个奸 反正是也不吃啥鬼 你就挡一个小弯业 该甲腕腕就行了 千万没拿出来 你不然的话 这很容易让人笑话 怪不得我刚才去孤儿店顶价 结果别人都给我说 这个东西都是小麻辣进城 我还给他操劳一下 打动干戈 有点不知当 给您失联日的原因 是因为您这个音乐有问题 基本上孤儿店 都不熟这种家币 无力磕兔时期 还得给您接着半天 容易懂路 您是不想理解一下吧 我不相信 我朋友送给我是家币 因为他家特别有钱 本是宝马开着 不可能给我家币 人家再有钱也不可能 你请他吃一顿回面 就送你几十万 约是有钱人 他把这个钱看来都比较仔细 如果他左上放的都是这种音乐 那那朋友我只能说 他就是一个果报榜 因为这种音乐 只有果报榜才玩 不可能 那简直都是不可能 我昨天上网查了一下 别人就直接给我二十万 我嫌有点远 所以我没去卖 那你没去卖就对了 像这种音乐给您报二十万 这都是用心不春 王上他有那种估稿价 就是嫌给您估稿价 然后呢 当你带着音乐去招他们的时候 就开始各种套路您的其他费用 你这个音乐加带拿吧 第一你这种盒子是属于野鸡盒子 这种盒子扎手 像正规的盒子 在市面上大家都能认可 这种野鸡盒子呢 就是个人转来加货 里边转来音乐 当然是加了 你像市面上有很多那种整音加币 最起码它是材质是音乐 而你这个材质都不是音乐 包括它这个供应 这供应做工非常出巢 这都是以言家 就像这种东西啊 只能在地毯上卖 因为地毯上有很多老年人 他们不懂这个音乐了 还有果报榜 他们最喜欢玩这种 花销钱 买这个大支音乐 在家里边放进来 也有背面子 因为大家懂得人也不多 你这市场价就十块钱左右吧 十来块 对 不可能吧 我昨天光监定会都给别人把败了 这是啥回事 难道我被忽悠了 你肯定是被忽悠了 您的音乐啊 说实话还没有这个 把败的监定会贵了 您幸亏没去找他们 您去的话 也不知花这八百了 你想想 依赖会卢费 再加上财 再加上住宿 再加上吃 对不对 所以说各种费用也不少花 像这种音乐 啥说 只能在家来玩玩 到底我该相信谁 我朋友说 这是真币 网上说 二十万一个 私底店 光吃币门梗 你所说这 那朋友 他是国贸王 对吧 他是属于华销县 办大事 自欺其任 肯定说他是整的 王上 春春就是虎油 就是孤高价 然后趁机 虎油您的各种减定费 私底店不要 是因为他是家货 对不对 你要他没啥利润 对不对 而且还得给你解释 具体该怎么办 对吧 你得去多问别人 请教 多问问价 具体能知道 你都知道了 给大家拿着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